第一件事要清乾淨的黑色腹膜 很多人都知道腹膜比較腥和泥味 處理鰻魚一定要做 鰻魚腹腔裡有一層黑色膜 鰻魚腹膜比較腥和泥味 一定要去清楚 去腹膜並不難 只要在這個位置刮一刮它便會脫掉 用鋼絲或白血布在這個位置擦一擦 全部都脫掉 切走茴菜根布不用 再切粒大細隨意 有魚用甜梅菜我們不需要加糖 將它和薑絲拌勻 鋪在鰻魚上面 放進去蒸 蒸多久 這塊魚大概蒸十分鐘之內 就要試一下它的生熟程度 師傅教路想知道魚是否熟 可以用筷子或竹籤測試 在魚身最厚的位置刮一下 剛剛好可以刮入就是最好的狀態 燒滾油 將蔥花鋪上魚面 再將滾油淋上魚面 再淋醬油便完成 蘋果優惠 開藍牙定位 附近驚喜優惠隨即到手